人民大会堂 十七时三十分许 伴随欢快的迎宾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 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全场起立 勾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国家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的大历程 今年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各项部署 沉着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集中力量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多挫并举化解风险隐患 保持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深化各项改革取得新进展 产业结构升级势头良好 主动对外开放迈出更大步伐 对外关系和国际合作开拓新局面 民生福祉不断改善 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呈现新气象 李克强指出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部分外国专家和配偶也出席了招待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招待会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中外宾棚举杯共赫新中国成立六十九周年 有益长存